天州货运飞船总重量13.5吨 载货可以达到6.9吨 是目前世界上运货能力最强的货运飞船 要让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太空中行走 并且完成和天河核心舱的对接 强劲的动力必不可守 发动机就是现在这样的姿态控制的发动机 它主要是在天州货运飞船运行过程中 对它进行一些微小的调资 在天州二号6.9吨的货物清单里 既包含航天员生存消耗的物品 也涵盖做实验的一些硬件设备 货运飞船空间里一共是有40多个储物柜 每个储物柜都会放置一些 航天员所需要的生活用品 以及休闲娱乐 一吨是满足天州货运飞船自身需要的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为了保证天州货运飞船的安全可靠 在飞船上还有很多的哨兵随时监视着飞船 从发射那时刻开始算计算起 零时刻开始算起 到交互对决这个过程 地面人员不参与 不进行计算访真 直接完全通过航天机自身的计算机系统 进行交互对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明不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